引发浪潮来袭 居家养老难题如何破解 给老百姓和我们护理机构来搭建一个这样一个平台 把幼稚的服务来提供给老人全体 居家养老 社区养老 一样结合 多方合力 能否满足老人养老需求 我们希望帮助长者真正实现 老有所养 老有所依 老有所学 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经济半小时 我是张静 今天我们关注养老的话题 截至2023年底 我国65岁以上人口已经超过2.17亿 占总人口比重的15.4% 老龄化趋势明显 而引发经济作为以老年人为目标客户的产业 也随之备受关注 从今天开始 经济半小时栏目将推出五期系列报道 引发经济新观察 从不同维度多层次地展现各地的养老新实践 养老是城市的温度计 测量着城市民生发展的成效 那么为了更好地满足老年人的养老新需求 破解老龄化难题 各地都在进行哪些新探索呢 我们一起来看报道 上午9点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子竹院街道的养老服务中心门前 养老管家正在教老人们做保健操 工作人员忙着为附近居民做健康检测 这样的场景在这里几乎每天都能见到 是北京市首家街道相证养老服务中心 也就是我们的区域养老服务综合体 眼前这栋三层小楼 就是张文峰所说的养老服务中心 2024年1月1日开始投入运营 使用面积1032平方米 兼具养老服务 供需对接 社区餐厅 康养娱乐 日常照护等诸多功能 每天上午10点半 养老服务中心的社区餐厅会准时开餐 八种菜品 五种主食可供挑选 鸡鸭鱼肉 虾 青菜 豆腐 什么 什么都好 什么都有 挺均衡的 今年67岁的孙志弘 虽然不住在子竹院街道 但几乎每天都会赶到这里来吃饭 养老管家每天会把菜单发到微信群 老人们用餐还能享受优惠 这个餐厅 餐食以重量计算 普通居民用餐 每两三点一元 60到69岁老人 每两2.6元 70到79岁老人 每两2.5元 80岁以上老人 每两2.3元 且80岁以上的老人 还可以选择一荤一素 一煮食的9.9元套餐 老人这一块用餐大概在16块钱左右 那么咱们社会居民的用餐大概在25块钱左右 所以自从开餐以来 应该说老人还是比较受欢迎 这个社区食堂开业运营以来 已经服务周边居民5.6万人次 午餐时间过后 餐厅就变成了老年学堂的教室 这一天上课的内容是中医养生 我们知道了这怎么养生 怎么那个调理自己 好多客楼每次都来 今年80岁的马薄仙 家就住在养老服务中心后面的小区 他告诉记者 老年学堂很受附近老人们欢迎 每个节气和节日 这里都会举办手工 保健 等各种各样的课程 老人们不仅能学到养生知识 还丰富了日常生活 而这个养老服务中心 不仅对有活动能力的老人 提供养老服务 还可以为半失能和失能失智的老人 提供上门服务 喂 您好 我是指竹院接到养老服务中心的养老管家 好的 那我现在已经记下了 我马上给您下来 养老管家马盈盈刚刚接到了电话 附近一位社区居民 因为有事需要外出 半失能的父亲独自在家 所以跟马盈盈他们购买了 一日老年陪护服务 这一整天的这种服务的话 我们是包含给老人理发 还有这个助育 包括修剪指甲 还有给老人送一日三餐 还有这个就是康复按摩 然后包括这种日常的健康监测 都会给老人做 服务一整天的话 大概是在两百八到三百五之间 马盈盈告诉记者 像这样的上门助老服务 可以单日 单周 单月购买 也可以长期购买 降格根据服务内容来制定 除了上门助老服务 养老服务中心 还有二十八张床位 给老人提供长期入住服务 目前已经入住了十八位老人 张云秀的丈夫 就是第一个住进来的老人 张云秀的丈夫患有脑梗后遗症 刚刚发病的时候 她还能自己在家照顾 后来老伴病情加重 张云秀也开始觉得力不从心 正好赶上家附近的养老服务中心 开始运营 老两口商量着 先过来看看 因为近呢 就把他给推着来了 推着他说看看 一让他感觉他挺满意的 张云秀告诉记者 他们老两口都已经八十多岁了 如果在家自己照顾老伴 不一定照顾得好 还会把身体累垮 而入住这里将近一年时间 他和老伴的身体状态都越来越好 在这比在家强啊 这到时候饭菜就来了 一天四顿五顿的饭 然后让他帮着打 打枝什么的都挺好的 养老服务中心融入社区 张云秀从家到这里 步行只用十分钟 而这只是他选择让老伴 入住这里的原因之一 在养老服务中心 不仅有专业的护工团队 还配有多种健康监测设备 还能与周边的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和医院实现联动 确保老人发生紧急状况 能够迅速采取有效措施 它是没有围墙的养老院 老人可以就近就变 可以到我们这来入住 实际上就是我们所说的 老人不离清 不离家 不离街道 就能够养老 截至2023年底 北京市常住老年人口 494.8万人 占常住人口的22.6% 已经迈入中度老龄化社会 2024年 北京市将布局建设 100个街道 乡镇区域养老服务中心 同时 北京还计划新建2000张 家庭养老照护床位 为重度失能失智老人 提供普惠性照护服务 施林 北京市西城区 北草场社区养老服务驿站站长 这天 他要和同事到签约家庭养老 照护床位的老人家中进行随访 目前我们驿站是签了一共是128户 服务内容呢 就是根据老人的情况 我们包括理发 助育 修脚 保洁 然后监测生命体征 然后包括上门健康指导 或者护理指导 这些服务我们是都有的 施林告诉记者 家庭养老床位 是指依托就近的养老服务机构 借助现代信息技术 通过配置必要的基础设备 为居家养老的老年人 提供综合照护管理等服务 帮助老年人及家庭 解决居家照护难题 家庭养老照护床位 服务签约对象为 实际居住在本区内 年满60周岁的中重度 失能或残疾 以及年满80周岁的高龄 且独居老年人 优先保障本区户籍低保 低收入 计划生育 特服家庭的老年人 咱们有的老人属于低保低收入 他们也没有那么多钱 可以住养老院 还有一部分老人 他不喜欢去养老院 就觉得愿意在自己家 所以咱们现在这个政策 就会针对这些老人 提供一些服务 施林他们这天随访的老人 已经90岁了 属于中度失能 又是低保护 老人的女儿李燕芬 今年也已经65岁 平时老人都是她在这里照顾 2021年9月 李燕芬的母亲 签约了家庭养老照护床位 养老驿站还帮助老人的家里 进行了适老化改造 这样一来 老人不出家门 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养老服 也减轻了家人照护的负担 太好了 太适合我们了 我们没出过钱 一般老人都不愿意 离开自己的家 就是有时候想弄我家 他都不去 就在自己家 他觉得自己有个家 自己踏实 我想老人嘛 就是我想怎么 我随意就好 所以这个还挺适合他的 在我国 九成以上老年人倾向于居家养老 但对于一些失能 半失能老人来说 翻身 吃饭 洗浴等小事 却是一家人的难事 2021年 北京市开始探索 养老家庭照护床位建设 尝试解决一人失能 全家失衡的难题 目前已建成 家庭养老照护床位 近六千张 累计建设运营2.2万张 在北京的一些养老服务场所 工作人员除了考虑 照顾好老人的身体 他们也更加关注 老年人的心理情况 这里是北京市朝阳区 一家养老机构 这里住的80%以上 都是高龄 失能 失智老人 上午十点 是老人们集体户外活动的时间 令人新奇的是 一群软萌可爱的小动物 也忙活起来 他们是养老院专门安排的 小动物护理员 主要工作 就是陪伴这些行动不便的老人 帮助他们放松心情 小动物也形成了一个专门的职责 也就是他们就是 在我们院内的话 就主要是一个 宠物护理员的一个专门的职责 汪静伟告诉记者 失能失智的老人 会伴随着认知困难等症状出现 为了尽可能减缓老人认知障碍的发展 这家养老机构 特别增设了一种宠物陪伴的方式 希望老人通过跟宠物互动 调动情绪 从而减轻认知障碍的症状 今年74岁的老人朱树航 几年前因为突发性脑梗 记忆力迅速衰退 还患上了非常严重的认知障碍 一年多前 老人住进了这家养老院 现在朱树行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 老子 我说是第一个 有什么类的第一个 小鹅 对 还有 小鸭子 小狗 对 我就说对着能唤起它 原来的那些个 就是它的这个生活经历什么 多少有好处 就看看这些个 这小动物什么的 它不说什么 但是它喜欢 长期的宠物陪伴 让朱树行的病情和情绪 都得到缓解 在面对家人探望的时候 朱树行不会再像入园时一样 随意发脾气 现在还可以在引导下 回忆起病前的生活 反正我就是这么考虑 就是让你这个引导它 引导它慢慢把 就是引起它 就是焕发它原来的这个记忆 减少它就是 就是持在这个延长度 多少让它缓慢的发展 87岁的佐恩泰老人 正在跟养老院的小动物护理员 亲密互动 他住到这里已经两年了 两年前老人的老伴去世 独居的佐恩泰难免情绪低落 后来他决定住进这个 离家不远的社区养老院 我觉得有改善 因为他原来在家的时候 把自己关闭在 我们家住25层 关闭在25层上 基本上不下来 不与外交接触 搬到这里之后 儿女也会经常来看望它 最让老人开心的 是养老机构中 两位特别的小动物护理员 给老人增添了不少生活乐趣 有个小动物的陪伴 护摸小动物 跟小动物玩玩 可以心情就要好多了 好多了 特别是那小狗子 抱着怀疑着 真的好玩 郝永静是这家养老机构的 运营总监 平常的工作内容之一 就是为住在这里的老人 定期进行身体状况评估 并根据老人的状态 配备合适的宠物 比如我们刚开始匹配的是宠物狗 但我们在日常的观察中 发现老人更喜欢猫 那我们就会征求老人的意见 给它更换一下治疗的宠物 来满足老人的需求 据了解 这家养老机构 引进宠物治疗法 已经有十多年时间 他们发现和宠物接触 可以帮助老人减轻心理上的压力 起到贫富老人情绪的作用 他们还打算把宠物护理员 推向更多居家养老的老人 我们社区里大量的空巢老人 而且以后越来越多 能不能把更多宠物 专业的照护引进到 推荐到居家里去 和让他们晚年能得到更多的陪伴 能得到更多的快乐 前面的节目我们看到 为了给老年人提供 丰富全面的养老服务 北京正在积极探索 实际上老年人不仅需要 日常生活照护 往往还有医疗需求 数据显示 我国78%以上的老年人 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 很多地方都在积极整合资源 探索医养结合的新模式 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上午十点 在郑州十二七区 福华街街道养老服务中心五楼 社区医院的主治医师郭彦科 正在像往常一样例行查房 因为房间内住着的王素珍老人 已经91岁了 所以每次来 郭彦科都会给老人 做一下简单的检查 我们养老一共有四个病区 那么其实每天查房的话 去着重查有疾病的老人 其他的有身体很健康的 或者是现在病情很平稳的 我们主要是要做一个健康的沟通 让老人有一个心理的安慰 郭彦科所在的二七区 福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也叫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 福华街分院 是医院直属的社区医疗机构 为了打破辖区居民养老困局 郑州市二七区和郑大五副院联手 探索医养结合的养老新路径 福华街中心也是充分引流了 三甲医院的优质的医疗资源 我们借助互联网家 这样一个智慧医养服务平台 也打造了医院到机构 到社区到居家的 这样一种全链式 医养结合服务模式 那么为辖区老年人 提供全过程的 这样一种健康养老服务 郑州大学第五附属医院的 优质医疗资源 下沉到福华街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 院本部派出医护人员 和一些反聘的专家 解决了医的问题 福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福华医养院合作运营的 养老服务中心 则解决了养的问题 就这样 从2021年开始 福华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和养老服务中心协同 为老人提供了医疗保障 生活照料 文娱拓展 等全方位的养老服务 养老院的总体床位 317张 其中拖老床位有203张 医疗床位114张 203张拖老床位 目前我们的入住率 能达到90%以上 福华街街道养老服务中心 有三层是专门的养老区 其中四楼是全壳病房 处在正中间 这样的设置 就是为了保证老人 一旦出现任何不适 能在最短时间内 得到相应救治 老年人的疾病比较突然 我们随时就可以到达养老区 提供一个很及时的健康的保证 可只有 可保免 有病不当务 我们有个小病小杂 随时下边都有医院 随时护工都会凌络我们去看 对于那些不想住养老院 想居家养老的老人 郑州二七区 利用智慧互联网 一样信息服务平台 线上实现机构社区 居家健康养老数据 互联互通 信息共享 一旦联网的老人出现紧急情况 平台就会发生预警 社区医生及时上门查看处理 目前我们一共为辖区内8503位老人 建立了个人档案 针对老人的护理的需求 自理的能力 以及慢病灵患情况 以及居住的情况 进行了一个分类的建党 依托这个养老服务中心 和智慧互联网 一样信息服务平台 郑州十二七区 福华街街道 还相继建立了14个多功能 小型化的日间照料中心 不断探索让养老变享老的居家 和社区养老服务新模式 目前郑州十二七区的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中心 已经发展到了六家 共设置医养床位1305张 去年一年 共为三千余名失能高龄 等行动不便老年人 上门提供医疗护理等服务 为两千余名老年人 提供养老护理 家政等 医防抗养互助全方位服务 距离河南郑州800公里外的 江苏五溪 也在尝试社区居家 医养结合服务 并推出了全国首个 综合性未老医养服务平台 这个腿感觉怎么样 好多了 红肿比之前消退了 之前又肿又疼 这天上午在无锡市民赵老伯的家里 医务人员正在给老人处理腿部 进行消毒治疗 今年74岁的赵琪 是一名失能老人 平时生活无法自立 出门求医问诊 也成了大难题 以前是这样子 一般来讲还可以 等到发病的时候 我就做120 担架抬着去 确实麻烦 不久前赵老伯通过当地的 医养服务平台 申请办理了家庭病床 现在老人只需简单通个电话 医护人员就将专业的医疗服务 送到家中 真正实现了老人呼叫 服务极道 现在呢 都是来帮我上门来治理 医疗方面多了 高效便捷的服务背后 是无锡市今年推出的 综合性未老医养服务平台 平台通过建立老年人画像 推动实现服务找人 等创新模式 基于老年人高频服务清单 为市区老年人提供 80余种政府保障类服务项目 给老百姓和我们妇理制够 来搭建一个这样一个平台 把幼稚的服务来提供给老人群体 自2024年2月29日运行以来 无锡市的这个医养服务平台 已覆盖全市18.1万活跃服务对象 热线渠道老人 主动呼入公单3.98万单 网络加终端服务老年人27.5万单 考虑到像有些慢性病 高龄 失能 重残等等 这些特殊老年群体 他们对医的需求方面 会更加迫切平台 就是要为老年人提供贯穿 全生命周期的接续性的医养服务 实际上正在探索 医养结合新模式的 不只是郑州 无锡 还有广东珠海 在珠海市金湾区的 一家医养结合养老机构 84岁的郭树斌老人 正在康复师的帮助下 进行康复训练 郭树斌患有半月板 薛师需要定期进行下肢康复训练 但由于行动不变 子女又工作繁忙 郭树斌的康复训练总是被耽误 自从入住这个养老院后 郭树斌不仅得到了全面的生活照料 还有专人为她开展康复训练 一战时解决了郭奶奶的晚年生活和健康需求 这里不仅生活配套设施齐全 走过道就是医疗中心 每次下要是我不舒服 很快就会有人过来给我做治疗 真的非常方便 现在我的腿脚也得到了好转 记者发现与这家养老机构 通过走廊相连接的 就是一家刚刚运营的康复医疗中心 郭树斌告诉记者 他觉得自己身体的好转 正是得益于这里正在打造的 医养结合新模式 我们针对入住的长者 建立一对一的健康管理档案 制定不同年龄层次 不同健康护理需求的医学康复计划 一条小小的走廊 一边通向健康护理 另一边连接舒适精彩的晚年时光 这里的生活丰富多彩 明天都能学到不少不一样的东西 在这里每天的生活都很快乐 除了提供日常照料服务 养生康复训练 养老院里还通过丰富多彩的文娱活动 让老人们乐养天年 园区还设置了26个厂市的老年大学 每天都会为长者举办多场兴趣课程 我们希望帮助长者真正实现 劳有所养 劳有所依 劳有所学 劳有所乐和劳有所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完善发展养老事业和养老产业政策机制 而随着我国老龄化程度的加深 养老服务需求将持续旺盛 并呈现多元化趋势 节目中我们看到 为满足老年人的多元养老需求 很多地方都在进行积极的探索 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 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 对老年人的照护服务 考验治理的精度 也映照社会的温度 我们期待各地持续推出更多有效政策和创新举措 推动养老护理体系不断完善 打造更加多样化多层次的养老服务新业态 为银发一族安享晚年保驾护航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财经资讯 欢迎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再见